这个小岛在过去30年内 平均经济成长率高达8% 它是全球最大的资讯科技产业生产基地之一 也是世界知名的制造王国 它的面积只有35000多平方公里 会拥有超过70个的产业聚落 紧密的上下游节奏 绝佳的效率与弹性 让它的聚落发展竞争力 连续两年蝉联世界一 它是台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高雄港台湾最大的港口 每年超过38000艘的船舶在这里进出 是世界上重要的货物转运中心 今天繁忙的码头边来了一群等待海运的交客 它们是富豪的最爱 有钱人的玩具 桃花游艇 凌晨五点 天才刚亮 码头上负责游艇吊挂作业的人员 却从前一晚就一直忙到现在没有休息 今天 这些停放在岸边的游艇 要全部搭上这艘巨型游轮前往海外 强生游艇的老总郑锦昌 正带领着厂里的十多位员工 仔细的装配待会儿要用来吊挂游艇的钢索 由于每家游艇厂出厂的游艇 在尺寸跟外形上都大不相同 因此 各家游艇厂都有自己专用的吊挂配备 每种造型都有啦 你看在这里的银行这些游艇 买到这里的整装 有稳重型的 还有快速型的 还有速速型的 台湾的特色是可以安装的 量身定做 以大型化 客制化为诉求的台湾游艇 这几年来大受国际市场欢迎 这些身价高达百万美金以上的游艇 买主来自世界各地 根据统计 台湾巨型游艇接单船潮 排名全球第四 外销总额突破两亿美金 而这一切光辉的背后 是一段超过四十年的奋斗故事 1960年代 当时正值越战期间 许多派驻越南的美军 经常到台湾度假 其中有些美军人士 就拿着设计图 希望当时仍以渔船制造为主的 台湾造船厂 能够制造出小型帆船 提供他们休闲时使用 由于台湾师傅木工手艺精良 加上工资低廉 使得台湾游艇 物美价廉的好口碑 在美国传开 巴黎年代 由于欧美地区玩游艇的风气兴盛 大量的游艇订单开始涌向台湾 当时的郑锦昌跟工人 把工厂当家 几乎天天加班赶工 渗艺渗艺渗艇 海运的搬运的纯粹是多少呢 一个月他有三方至七方的大船 在家的游艇 做得很欢迎 大家也讨厌 大家也讨厌 我今天也做得很欢迎 这东西是台湾最渗艺的事 1980到1988年 是台湾游艇制造的黄金时代 业者成长至将近100家 并以年产量1700多艘 写下世界纪录 亚洲游艇王国的封号就此传开 吕嘉阳是嘉宏游艇的创办人 1987年 看好游艇产业发展的他 决定投入这片 欣欣向荣的市场 看着过去这张 与员工在游艇出厂前的 欢乐大合照 吕嘉阳万万没有想到 接下来迎接他的 竟是一场将近十年的产业寒冬 亚洲成立的时候 事实上是游艇最紧急的时候 他刚好是在那个高峰 不过很不幸就是说 同一时期 有非常多的游艇长成立 那么就从那一年开始 也就游艇长开始往下走 那个原因当然很多 最主要就是说 北美市场的萎缩 1988年 台币对美元大幅升值 严重冲击 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 台湾游艇业 加上船厂过多 导致杀价竞争 短短十年间 超过60家业者 关门大起 半夜三点 东哥游艇的雀庆城 早早就来到了办公室 为了配合国外客户 当地的时差 当其他台湾人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他已经展开了一天的联络工作 历经不景气的风暴 台湾游艇业者 开始积极地向外寻找出路 除了开发欧洲 日本与澳洲等新市场 嗅到了国际追求奢华享受的风气兴起 业者们也开始调整策略 摆脱过去 只生产中低价位 小型游艇的经营方式 我们在台湾常常听到M社会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行业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越小的船 越便宜的船 反而越卖不出去 越大的船 越豪华 越贵的 反而越卖得出去 可是相当的 不是说今天 你把你的价位提高 就容易卖了 这东西也是 你要提高的话 你也要做到 那种等级客人的需求跟要求 一直以来 巨型游艇 都是欧美船厂的天下 台湾从原本只做40尺 单价10万美金以下的低价游艇 要切入到80尺以上 单价250万美金的豪华游艇市场 凭借的是什么呢 人贯游艇的盐英哲 正仔细地规划着 它的最新船型 通常会购买大型游艇的豪客 都具有独特的生活品位 重视细节 而这正是台湾的机会 台湾一般来讲 没有东西给它 百分之一百符合它们的要求 掌握了金字塔顶端客户 追求独一无二的心理 台湾制造的游艇 以手工量身打造 闯下了名号 然而单凭手工技术 要跟国外船厅竞争 业者们还有许多的硬仗要拼 忙碌的生产线上 确信成紧盯每个制作环节 大型豪华游艇的制作 既费时又费工 而台湾客制化的施工法 更提高了技术的难度 很多包括我们客人在内 都认为我们造船 其实就是像坐车子一样 其实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大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坐车子 不管你坐什么车子 都是一个非常量产的 不能改变的 那我们实际上 还是容许客人做定做的 比如说它的引擎大小 比如说它的厨具 它的内装 我们也不像一个房子 因为我们东西会动 包括结构这方面的东西 就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东西会动 会有震动 这些东西必须要考虑 我们船是永远活在 一个地震的一个环境上面 你可以这样想 这里是联合船舶设计发展中心 工程师们正对最新开发出的 游艇震动侦测设备 做最后的测试 海岛台湾 过去就是船舶制造的大国 累积了数十年 造船的经验与技术 如今 这些都将转化为 台湾游艇产业再起的助力 从材料 结构 设计到施工 透过船舶中心核心技术的转移 台湾政府为业者升级转型 贯注大量能量 然而面对国际造船市场的高度竞争 如何提高台湾豪华游艇的附加价值 将是决胜关键 我们讲游艇 游艇一定要讲到游艇的特质 游艇本身我们要去讲它的性能 同时要讲它的潮流性 所以不容易 尤其讲到潮流 引领潮流 因为这个本身来讲 最大的家族创造会在这个边 会牵到整个的品牌 整个的设计 这边多一个三人的沙发 它本来只有一个小小的沙发 嘉宏游艇的会议室内 吕嘉阳与他的设计团队 正专注地讨论着 公司未来即将开发的新款船型 从机械 外形到内装 如今的台湾业者不再依赖国外 除了积极建立自主的设计与研发能力 更纷纷开始以自创品牌行销世界 如今的嘉宏已是全球第六 亚洲最大的豪华游艇厂 那我们希望是更进一步 就是说这样的自由品牌的一个image 而能够就是说 带到整个台湾的产业面 游艇产业里面 它能够让消费者 能够有这样的认知 说台湾的游艇 它就是不同于哪一些国家 早一天去建立更高的品牌价值 那么这个门槛就会更大 后续的追赶者 它就会更不容易 天刚亮 人贯游艇的员工 正替待会儿要出海试航的游艇 进行最后的整理 今天来自澳洲的客户 将第一次登上这艘 专为他打造的海上劳斯莱斯 看来我们的客户满意极了 严英哲的笑容里有着藏不住的骄傲 今天一切的努力都有了回报 航行在起伏的浪泡中 台湾的游艇曾经登上高峰 也曾徘徊古典 靠着不服输的志气 与灵活的应变能力 如今 它们再度站上世界的浪头 继续向前奔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摄氏28度的温室里 花农们正熟练地将一株株的兰花幼苗 移植到盆内 在这里 成千上万的新芽排成一片绿海 受到无为不至的照顾 它们是最娇贵的花中王者 绿色黄金 蝴蝶蓝 张能蚁是育品生物科技的董事长 今天他有一个货柜 将近两万株的蝴蝶蓝种苗 要销往美国 张能蚁在嘉义的大林 拥有19个蓝苗栽培场 最近几年 来自国外的大量订单 让它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在台湾 蝴蝶蓝苗的生产线 就像电子制造业一样 讲究专业分工与标准化生产 像这个几乎每一棵 要出货就每一棵都可以出货 根本不用再筛选 很整齐 以生产种苗外销的模式 台湾的兰花产业在2007年 创下了出口八千万株蝴蝶蓝的纪物 全世界几乎每两株蝴蝶蓝 就有一株来自台湾 兰花在亚洲 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最高贵 华丽的花卉 野生的蝴蝶蓝 由于生长条件的限制 只出现在日温28度以下 夜温22度以上的热带地区 而台湾正是它的原生地之一 我们台湾南部大概就是蝴蝶蓝的 一个原种分布的最北线 就是早期在南云的地方 还有台东的地方 可以发现两种原种 一个就是所谓的蝴蝴蝶蓝 就是一块取次一种小花类的 粉红色花 那另外一个就是白花类的 我们通常都叫它阿嬷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差不多中大型花的这种商业品种 几乎都有这个阿嬷的这种血缘在 那我们的蝴蝶蝶呢 也都经常被用在这种小花的蝴蝶 因为它的多花性的一个特性 所以呢 我们台湾正好很幸运 拥有这两种在蝴蝶上 非常重要的种源 所谓的蝴蝶 是用人工授粉的方式 将不同花形 花色的兰花杂交 来孕育出全新的品系 台湾的兰花产业最初以趣味栽培为主 由于早期兰花种类稀少 价格高昂 因此许多趣味栽培者 都热衷于兰花的育种 对他们来说 栽培出一株心目中最美 最独特的兰花 不但充满成就感 更能带来财富与荣耀 那时候开的好花一颗 像黄帝那颗一颗三百万 福德亚的黄帝三百万 那时候清水那时候很低 一个房子才几十万 就可以买房子了 所以说为了一颗好花 你看造成一个轰动 整个好像是花飙起来一样的感觉 就是让前省后 大家都投入这个兰花产业 一片的荣景 每个地方每个礼拜 几乎都有在办兰展 很热络 那可能你开到一颗好的花 不然是台北或是屏东 你可能就跑去那边 去参加这个比赛 全程这样子跑 那像蝴蝶兰它的花起场 有时候可能一颗花开下来 可以去参加五个比赛 那可能我就会得了很多的奖 那时候都是做奖杯 高贵的身价 得奖的名声 吸引了台湾众多的趣味栽培者 竟相投入了育种的行列 为了取得能让自家兰花脱颖而出的种源 飘洋过海也在所不惜 到处收集 全世界到处收集 然后把世界各国的那个 像蝶叠安徽 荷兰的大白花 什么世界各国 美国的一大堆的兰花 收集到台湾来 然后他给它要花粉 他给它要花粉 台湾人就会给 而且到处都是育种家 累积了数十年的育种实力 让台湾成为全世界 拥有最多蝴蝶兰种源的国家 想要什么颜色 花瓣大小 倾斜角度 再挑剔的花商 来台湾都能找到想要的品系 为台湾的蝴蝶兰外销打下根基 这里是位于台南的 巫树林糖厂 身为国营企业的台湾 是台湾第一个将蝴蝶兰 规格化 大量化生产外销的单位 因为日本他们的蝴蝶兰 他们送礼市场是非常大 我们看到的这个机会 然后又距离我们家近 日本他们生产蝴蝶兰 他们是从皮苗开始自己育种 然后一直到开花 那他们那边的天后条件 确实不是像我们台湾那么好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这边其实来种苗 比他那边的时间更短 所以我们后来呢 就是都是养到成熟猪 然后送到他们那边去吹花 做接力赛的方式 蝴蝶兰拥有高温栽培迅速 成熟后低温开花的特性 由于花卉消费量大的国家 如日本欧洲 都属于较寒冷的温带气候 因此在亚热带的台湾栽培蓝苗 再卖给当地花农 负责开花贩售 成为既经济又有效率的分工方式 台塘外销成功的经验 引起了台湾蓝界的连锁反应 看好外销的广大市场 业者们纷纷开始转型 走向大规模蓝苗生产 一新生物科技的简维佐 1978年从小小的蓝友服务社开始 投入兰花产业 从小面积种植内销 到企业化量产外销 对以趣味栽培起家的台湾业者来说 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经营思维 以前的趣味者时代是要找新奇的 人家没有的 只有我有的 一颗花可以卖到一百万 那现在是说 我哪一个区块的要的是什么 可以去大量供应这个市场的需求的角度 去看这颗花的品种的好跟坏 台湾的蝴蝶兰在种人和技术上 都是世界第一 然而在国际花卉竞争场上 要求的是品质稳定 花色一致的产品 业者们该如何做才能延续既有的优势 又能满足市场需求呢 答案在于快速的复制能力 当你选到一个很漂亮的很好的特性的兰花 你希望后代的种苗 所有的种苗跟这颗妈妈完全一样 利用这个无菌的组织培养 那一个花梗可以大概可以缓指到一万颗左右的所谓的分身 它的特性 开花的颜色 大小 开花的时间 花旗的长短 接近一致 摆脱了传统营业靠天吃饭的命运 台湾的兰花业者结合生物科技 像电子业里的晶圆场一样 走向可预测的威格化产 也宣告了蝴蝶兰量大 评价了时代来临 像这个也是一样啊 全部就是要吃吧 我们这个要求就是 它会相手一点要管 这个去会赚钱 这一颗花只要有两梗 你就会赚钱 蝴蝶兰这个东西 它已经走到量化 它是国际商品 你看以前包括日本 它最喜欢菊花 现在已经被蝴蝶兰取代 蝴蝶兰是第一名 你像欧洲 走玉金香 走玫瑰 它现在也不是 欧洲也是什么 蝴蝶兰第一名 美国现在只剩下圣诞虹 赢过蝴蝶兰 可是它只是圣诞节这个期间 全年度蝴蝶兰也是第一名 全世界已经认同这个花本身的 它的丰富性 它的平价花 然后再来 这个东西它本身又可以很耐久 刘青山两年前投入蝴蝶兰种苗的生产 看好蝴蝶兰未来的外销前景 这几年全台湾的蝴蝶兰生产者激增 产量 栽培面积也快速成长 然而面对速度至上 全球竞争的花卉市场 台湾的兰花业者们一刻也不敢松懈 因为现在我们做法好像做衣服一样 跟流行 这样不断的更改 不然的话 人家不会再跟你买东西 日本的味道跟美国的味道不一样 跟欧洲的味道不一样 每一个地方的市场都不一样 所以不断的创新 因为我好奇里面很大 那你要外销要稳定的话 你就是一定要用设施 那设施就比较高的一个投资 比较高的一个技术 才可以达到它稳定的一个生产供货 你才有办法去接所谓的订单 你一定要把你的设备做好 我帮你挑比较好的 设立海外行销公司 就是把台湾的触角伸到国外去 我们直接去打品牌 或是我们到当地去设一个批发站 把东西送到那里之后 再卖给当地的农民 或是当地的消费者 那这样子把这样的建构起来 我们才不会说一天到晚在台湾等客人 我们必须要走出去 所以重来的话可以说是自己跟自己竞争 根本没有人跟你竞争 谁跟你竞争 对不对 你要自己跟自己竞争 你的品质好你就卖得掉 品质不好就卖不掉 如果你的原子干干净的 每一棵都很健康 那谁不愿意跟你买 从野外到温室 从花农到企业家 台湾的兰花业者 融合科技与坚强的育种实力 让蝴蝶兰仿佛飞舞的蝴蝶般 飞上世界的舞台 绽放台湾最美丽的骄傲 后里 台湾中部的一个淳朴小镇 蜿蜒的老街 斑驳的建筑物 这里的景色就像其他许多农业乡镇一样 平和而宁静 然而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平房铁皮屋中 却制造出全世界三分之一产量的萨克斯风 连昌乐器的张宗瑶 十三岁时就开始制作萨克斯风 从他的祖父开始 他们的家族从事这个行业已经超过六十年 目前在厚里 像是张宗瑶一样的萨克斯风制造业者 大约有十多家 而这一切都源自于他的祖父张连昌 西元1947年 后里的画家张连昌 与一群地方士生 因为喜好音乐演奏 而合组了一个轻音乐团 没想到乐团组成没多久 就因为一场意外的火灾 而烧掉了团里唯一的一把萨克斯风 这支萨桑 他们就是从日本去梅兜回来 这支萨桑 萨桑这支也没效了 没效了 他就拿刷机去刷 那一把萨桑就拿大刷 拿大刷 一把萨桑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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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用最简单的刷 一把萨桑拿下来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张连昌将烧毁的萨克斯风零件 一一画下 再自行摸索打造 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 各种材料欠缺 于是他将家中的门鬼铜条拆下 做按钮 将银币溶解拿来焊接 甚至用牛角做吹嘴 凭着坚强的毅力 三年后 终于打造出台湾第一把萨克斯风 之后张连昌开始广收学徒 也开启了厚礼 萨克斯风制造的大门 早期的萨克斯风制作全品手工 从零件 焊接到组装 每一位师傅都要从头包到尾 一般来说 至少要经过三年的训练才可以除湿 而一把萨克斯风 更要花上一个半月才能制造完成 十分费时费工 你像组装啦 一些焊接这种东西 你没有办法像汽车一样 还是电子东西 像乐器的地方 它是零件很多 零件很多 它没有办法 所以用机器下去组装 以前假如说 你这个东西老师傅教你的话 你假如说做错的话 他就头在那边打下去 这两个是要 是没准的时候 你就是要在那儿看 林细松从国中毕业后 就开始学习萨克斯风的制作 在严格的师徒制度下 后里的乐器制作师傅 都拥有扎实全面的好手艺 后里的萨克斯风 刚开始主要卖给台湾的中小学校 地方乐队 由于价格相当不错 因此很多学徒出师后 便纷纷开始自立门户 69岁的张翰喜 是目前最资深的师傅 在做官府团 那里的团队很多 都缺了自己 都来订阅 那时候 这一支 文臣的 五岁的时候 这一支台北盘 背两千户 这几十年一年 差不多 没死去就订阅 就订阅 就订阅一个母帽 就订阅 张翰喜的儿子 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制作萨克斯风 在后里 这种诗传图 父传子的情形相当普遍 全盛时期 后里有将近三十家的萨克斯风制造工厂 也吸引了国际知名的乐器大厂来这里下单 当时都是向我们采购 采购了大概四几年左右 逐渐逐渐一直成长成长 在我们在大概国小二年级的时候 就必须要配合着爸爸 那种属于说加班 甚至属于说科业放着摆着 也要加个通宵 帮忙包装等等的 透过世代的传承 后里的子弟们不仅学会制造乐器 还会调音更懂得乐理 吴信雄从国中的时候开始 学习吹奏萨克斯风 在后里 很多的萨克斯风师傅都像他一样 不但是个手艺精良的工匠 也是很好的演奏家 也因此他们制作的萨克斯风 能够贴近演奏者的需求 在音色、音准的控制上 也比国外大量生产的乐器 要精准许多 很多人会先选择的 几乎都是我们台湾制造的 我们的价格是在市场 比高级的低价 比那个低价位的国家做出来的 手工各方面 那个级数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吹出来的音色 也是让一些爱好者爱不释手 后里的萨克斯风业者 虽然各家规模并不算大 但是产品品质优异 高阶萨克斯风的产量 更高达全球产量的一半 为了消化满载的订单 后里的萨克斯风生产 逐渐走向专业分工 从管体制作 抛光到烤漆 业者们开始把部分制成委外 台湾的中部 一直以来就是五金机具 金属加工等工业的聚集地 交货快 距离近 与后里萨克斯风的制作需求 一拍即合 以前那个模具是用手工 把它磨磨到形状出来 现在都是用电脑下去 割 把每个它的形状 都割得工整 每个零件下来的尺寸 都是很标准的 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让后里的业者们 只需专注完成关键零件 及组装工程 便可快速出货 然而萨克斯风制作 人工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这十几年来 台湾的工资不断上涨 面对中国低廉劳力的竞争 业者们也深具危机意识 制作萨克斯风 已经有四十年经验的张万福 从多年前开始 专攻技术难度较高的 低音萨克斯风制作 第一次在台湾市场 我看到我们有进步 他也在进步 所以我们的胸部要打得更快 台湾要升纏了 不然台湾是以利用来出生 我个人来说是去利用来出生 我个人来说是去利用来出生 我去走那些厘品 我去买业 我没有去买业 但是我们的所述 这些东西比较好 这些东西比较好 不断的创新技术 提升品质来区隔市场 成了这几年 厚里业者们积极努力的目标 而自产自销 也成为大多数业者的共识 这里是厚里的萨克斯风玩家馆 老板娘正热心的 向来参观的游客们 解说台湾萨克斯风的特色 这家由厚里多家厂商合组的展示馆 是台湾萨克斯风业者们 攜手合作 向外发声的第一步 我们的希望是在 学生的这台 国小 国中 高中 他们来参观 不管你会参观还是不参观 我们很愿意让他们摸得到 看得到 还可以摸得到 其实你让他们摸得到 其实他会加深印象 这是我们制造业的人 对我们的下一代 有一种期待 希望他加深印象 让他们知道 乐器是我们台湾的制造 而且我们台湾的乐器 没输外国的 微风轻浮的夜晚 听众们专注地聆听着 来自台湾乐器的美妙旋律 经过一甲子的岁月洗礼 后里的塞克斯丰业者们 持续向前 未来也将继续吹响美好的每一天 空气中弥漫着油污的味道 耳边传来嗡嗡的 机械酸泡生 这是一般对 传统机械产业的印象 因此 机械制造业 也被称为黑手产业 整日与机械为伍 看似平淡无奇 但经过千锤百炼 机械产业 却也能发出 如钻石般迅烂的光彩 台湾的机械产业 由家庭工厂起步 发展成为世界之名的 精密机械制造中心 这一切 要从三十年前的工具机产业说起 那个年代在民国六十几年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传统的工具机 能够大量的外销到美国去 外销到世界各地去 这个最主要的关键 就是说 一销更好用 大碗更万年 台湾的机械产业 在2007年总产值高达280亿美元 各式各样的车床 冲床 数值控制加工机等工具机 创造了每年超过三十亿美元的外汇 目前是世界四大工具机出口国 仅次于日本 德国 意大利 这里是台中金机公司 它是台湾第一大工具机厂 1954年成立以来 从初起由传统工具机做起 进而转型发展到高附加价值 低污染 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 它代表着台湾机械产业 发展模式的一夜缩影 我们最早做工具机的时候 是要老塞夫两只手两只脚眼睛盯着 这样子去做去操作这台机器 但是大概就是二十多年前 就开始换成是用NC的 就是由电脑来控制 所以等于就是说 把一个老塞夫的经验放到电脑上面 过去曾经有过这种情形 一个老先生他什么都不会 但是他买了一台NC车厂 他只是把工件放进去 门关起来 按一个我们叫它cycle start 启动的按钮 就是按这样 他每天做的工作 就是把东西放进去 按一个按钮再拿出来 再放进去这样子的 他三个月以后来买第二台 老板问他说 怎么样啊 我一上这个用得好不好 他说很赞 吃下去就有钱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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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要做多少 这个要两个 这个要两个 因为过去的传统的高速车床 还是一般的工具机 它大概一台只有二三十万的价值 但是进到了一个CNC加上电脑化的关系 所以它的整个附加价值大为提高 它现在大概一台平均的单价 已经都高达快在一两百万 所以等于是一个十倍数的一个金额的成长 它会形成两个族群 就是中大型的公司 它就转型去做更客制化的东西 因为它的技术层次比较高 那一般比较中小型 它就停了在做一些代工 OEM的 用大量生产的这种组装的模式 在市场上竞争 凭借着弹性 即擅长为客户定制产品 再配合完善的卫星工厂加工体系 完整而强大的实力 让台湾具有高度的国际进入优势 基本上一个产业的行程 产观 鞋 眼 金 通通要有参与了 而且因为是一个国家跟一个国家的竞争 所以上中下游的群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 台湾土地面积小 大家都集中在这个领域里 所以解决问题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在台湾中部地区 约一小时车程的范围内 就汇集了研发机构 大专院校及工业区 相关零组建协力厂多达1500家 从业人口高达50万人 每10个人中 就有一人是从事机械相关行业 绵密的网络 造就了台湾机械王国的美誉 这里是军豪精密的无城市 看好台湾在半导体、电脑 及消费性电子产品等3C产业的发展 军豪从传统机械业一路转型升级 如今已是全世界一级的精密机械设备厂 整个设备在做的过程中 以前是黑手 很多油漬 很多油 那些油漬的过程是什么 是为了润滑 现在设备的精密度已经精密到 不需要插油 不需要润滑油 因为你润滑油不可以进无城市 你一进无城市以后 它会产生灰花的油脂出来 这个灰花的油脂只要一沾到 我们的产品上面 那产品就 不良力就马上提高了 所以呢 以前的黑手 现在几乎 在现场的每一个人 穿的都是无城市在操作 或者在处理 其实这三四年的变化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所需要的人材就越来越多了 譬如说以前可能是一般的 这个学历的 高价的就有三历了 但是美国发展到这个程度来 你需要越来越多 全科的这个学历 大学的 甚至于促书 博书 这些人材一直加进去 所以 照发展到 为民国七十几年后 发展到现在民国九十几年 这二十几年中 台湾的整个精密机械产业 它的这个附加价值大会提高 规模也都一直大型化起来 尚银科技教育训练中心 集满了来听专利研发课程的员工 尚银目前是世界排名第三的 滚珠罗杆知名厂商 他们希望2008年 要做到世界第一 凭借的是 台湾的人才优势 与创新研发的能力 机械的研发跟一般的研发不太一样 它有长时间的累积要适用 所以它的 马步要很稳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 我们自己做一部分 那很主要的是 我们跟大学 或者研究单位 一起去合作 从淡江华泛台大 台科大 台北科大 一路到南边 最南边的就是中山大学 现在有20所大学 大概有30多个案子 在进行 那这个部分 大部分大学进行的是 比较基础的研究 那应用的研究 或者整合性 就由我们这边来去承担 创新研发的能力 是制造业摆脱黑手业的关键 尚银科技有三组研发团队 分别负责新产品 基台设备与制程 而为了保护辛苦研发出来的新鞋 从1989年创立以来 尚银在全球申请核准的专利 就超过200件之多 这个组织呢 不是就硬底买设备 那转底的研发 跟人力的素质想法 还有它的气质 它都会上来 如果有可能 建立自己的品牌 长期去耕耘 如果企业要允计经营 这三点大概保护 台湾的产业聚落 从上游到下游 结合成实力坚强的经济体 资讯 人才与资源 在这里快速交流 也刺激了彼此的技术与创新 从游艇到兰花 从萨克斯风到精密机械 不同特色的产业聚落 在台湾萌芽成长 遨游在国际舞台上 有点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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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认为 你做我的东西 无论 有点小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